据王某的妻子称,他与王某2005年结婚,有一个11岁的女儿,本来一家人生活很快乐,但在今年3月,王某突然要离婚。 他再三追问之下,王某才承认在外面有了女人,对方已经怀孕98天,并且早前已经为他堕胎两次,因为这次怀的很可能是男孩,所以一定要留下。 但王某死活不肯透露女子的姓名,经过几番调查,王某的妻子找到这名21岁的女子刘芳,让他诧异的是,刘芳目前还在镇江读书,此前是王某的学生,在与刘芳的沟通中,刘芳承认他确实怀了王某的孩子。 对此,淮安市第一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,目前该事件正处于调查阶段,近日他打通了王某本人的电话,但王某称,事实与其妻子举报不符。 于是,校方要求他写一份关于此事的详细书面报告。 但最近,王某的手机关机估计正在调查处理家庭矛盾。 此外,据该负责人介绍,通过学校调查,刘芳确系该校2011级学生,目前正在镇江读书。 至于两人目前是什么关系,发展到什么程度,由于对方已经不是该校学生,学校也不好调查他本人。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刘芳在该校读书期间,王某是该校老师。